今天我看了一个推文是关于这个李克强到深圳给邓小平塑像献花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个温家宝离任之前警告文革会重演 那么李克强下台之前到深圳拜邓小平塑像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 改了一个字是吧 人之将死 其实他们的政治生命已经消失了 没有人真的会拿它当回事 关家宝最后一次这个记者招待会 他说这个文革有可能会复辟 其实这只是说他说的一段话 他那个最后的记者招待会应该说了两段话 主要他想说的不是文革会重演 而是四万亿是对的 他自己给自己拍板钉钉了 温家宝呢 在六四的时候 他是跟着赵紫阳 19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可以说当时就被祖求荣了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作为这个温家宝来说 他当年是中办的主任 邦庭主任 应该来说呢 他是赵紫阳的大秘 后来人们认为的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包童 其实那只是一个文字秘书 干活的 但是干活的混的也不错 他把这个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段话写入了十三大报告 所以他事实上得到了这个奖赏 当了这个中央委员 那么完了以后 温家宝呢 是当时就叛变了 那么 他得到的奖赏是 最后当了总理 其实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也就是当时反戈一击 所以他虽然是个戏精 但是在赵紫阳的死后 他的家人是不允许他参加这个 非常小众的一个私人追悼会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他不是为你好 他不是为了告诉你 文革会复辟 这个谁都知道 文革只是因为 毛泽东的死 被按下了暂停键 今天在台上的这些领导人 都是文革的受益者 就这一届内阁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专门说过 这个七个常委 那加上一个副主席 都是属于那种 工农兵学员 就这一类的人 爬上了领导防备 他们都是文革的受益者 如果大家注意看一下的话 这个工农兵学员在 七十年代初 总共加在一起不到四十万 非常小众的一个群体 那么他们是受工农推荐 或者说因为家庭平反了 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上了大学 他们最后爬到了 食物链的顶端 所以你让这些人 来反思文革 不太现实 重新搞文革完全有可能 李克强呢 学法律出身 在南京清华法院实习过 后来跟着这个 丽以林他们 就是搞股份的 被称为利股份的丽以林 读到经济学 其实大家看一下丽以林 就知道 她的学生会是什么东西了 丽以林靠她自己的演讲 靠她自己的这些 这个这个商业推广 让她从为 从一个普通教师 变成了 经济上的导师 而且也让她的家族 成了一万富 在中国是典型的 拿知识 和这个权力来换钱的 这么一个代表 那么李克强一生的污点 其实从 主政河南时期就开始了 所谓的河南血货 是吧 艾滋病 这一类的东西 她当年都压下来了 她不是不知道 但是她不会揭开盖子 那么这种人上台 爬得再高 走得再远 她这些污点都插不掉 这也就意味着 像这种人 她始终搞不清自己的定位 她一上台搞了一个 小城经济学 今天可能大家都忘了 就是当年 有点凑趣 是吧 因为在她之前 有一个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 最起码让 日本从 2012年以后 获得了GDP 接近1%的增长 一直到今天 那么小强经济学 终止是什么呢 让农民上楼 他认为 加快城镇化 是改革的红利 实际上 这都完全背离 经济规则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 是因为你工业发展 你才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那中国不是 中国是用城镇化 来倒逼工业化 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她的这个理论基础 跟正常社会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没必要 把她拔高到 现在这种程度 至于她临时放个挺实屁 是吧 跑到这个 邓小平的这个雕像面前 振臂一呼 我们要继续改革 你再过两个月就下台了 明年这个两会就换届了 你的政治生命 也就几个月的事了 所以呢 不要拿这个当真 其实我告诉你 温家宝和这个李克强 这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有钱来买老来受 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 他们俩能保持这种体型 确实比这个这个习胖 要更为令人感觉到羡慕 这个是真的 别的我觉得 好像这两个人 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 大家怀念的 就如同前两年 有人在这个赵紫阳死的时候 纪念这个赵紫阳 甚至我们经常看到的 叫胡召基金会 是吧 其实很多人精神是比较分裂的 他们既反对这个极权 又支持在这个极权中 这个稍微挑出来好一点点的 这么一个领导人来纪念 其实我始终认为挺有趣的 这可能是青年时代的不成熟 导致的一种延续吧 有很多人他一辈子没走出过六四 所以不太好批评他们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 看到这些东西感觉得很可笑 那么今天我看到 最有价值的一个评价是 把希望 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身上 其实这是一种耻辱 你知道吧 就他是不是给邓小平这个雕像献花 是不是呼吁这个这个继续深化改革 其实我觉得意义都不大 作为中国的总理 从曾恩来开始 共产党的这些总理 基本上都是演员 唯一演砸了 就是演技不够的是华国锋 演砸了 还有一个 哭得闹的坚决要求当总理的 是张春桥 那没当上 当上的是李鹏 哭得闹的还想继续干 这个没给他干 所以中国的这些总理 尤其是共产党当政以后的这些总理 他们说的任何东西 你就当一个戏子 笑笑也就罢了 表的无情 戏子无义 是吧 你跟他谈这些东西 谈这个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是吧 我觉得过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